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我个人接触这一块大概比较早期是我们这次会以自通讯的技术研发为主 那因此我们早期的一些针对政府智库的一个法治幕僚工作也集中在这个面向上 那差不多在三年前的今天 在107年那那个时候时任部长的现在省部院长那交办 那我们必须针对无人载具就是包括陆海空三个面向 定立一个关于自驾车的监理沙盒这样的一个法律 那那时候接到这个交办非常的急迫 那我还记得是107年的2月7号接到交办 那我们2月27号要开第一次的华部卫会议 那所有的文件统统要出来 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挑战 那我们在5月底的时候完成行政院的审相关的一个审查出院 然后进入到立法院 然后就在9月开始开议的那个会期 那我们就完成这个法案的三读 那当年的年底总统公布 所以这个法案应该算近期中华民国速度最快的一个法案之一 那这个法下面有四个执法 那四个执法在隔年108年的6月1号 那并同母法一并的一个公告 那我们是从去年109年的1月开始受理申请 那为什么在第一章简报之前 跟大家回顾这段历史的一个原因是 这一段大概也就是KT在去年的自驾车程费度指标里面 为什么在政策及立法的这一块 将台湾评比为世界第13名的其中一个原因 不过我们念法律人都知道 沙盒只是一个手段 它只是一个过渡 它不是一个目标 也不是一个究竟 那我们怎么样透过沙盒 去把相关的法规进一步的完备 这才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接下来会将这个法案目前的一个进度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我们自驾车法所在完成立法工作之后 那我们现在是协助经济部做两方面的一个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们受理全国所有的 无人载具在开放场域的一个申请案 并且筹足跨部会的审查会议 那第二件事情是 那我们协助经济部去链接 去与交通部去做一些协调 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讲沙盒的时候 或者各位在政府许许多多的 所谓的实证计划里面看到的一件事情 或者常常听到的事情是他们要做很多的所谓验证 所以大家会听到POC POS POB 他做很多这种Proof 做概念验证 做服务验证 做商业模式验证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我国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尝试 那在全世界也仅次于新加坡 我们做的是法规的一个验证 通常我们法律人 我如果把法律比喻成是一个罐头的话 法律人比较在乎的是罐头吃下去 然后可能吃的东西跟标示的不一样产生问题 吃的东西拉肚子之后产生问题 这是法律人传统惯性的一个面向 可是法律人通常比较少参与罐头的制造过程 那知识会课法所做的就是做罐头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知道假设你要把这个罐头做好 人家会问你的第一件事情是 谁要负责 所以找到一个主管机关非常重要 那大家也知道在台湾找主管机关非常的困难 那第二件事情是 这个主管机关啊 他会问你那要修的法律 你们法律人提出了好多哦 这些法律哪一些要先修 该怎么修 所以prioritizing跟scheduling 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 排序跟排成 所以我们透过法规验证 我们做的是这两件事情 因此在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以我们作为政府智库 我们推动的目的 不在于监力 我们在于促进产业的一个发展 所以法律也可以有它积极的一个面向 除了管制之外 目前是八车一船 总共在去年九个通过的实验案 那工人员主要是两个所 在做相关的研发 在支通所的部分 讲春节组长刚开始带领的一个团队 在机械所王杰志技术长所带领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团队 那甚至包括无人机在材划所等等 从电池的面向看这件事情都有 OK 那目前我们回到这张投影片来看 八车一船的一个案子 那其中 例如在第三个第六个 以及第一个第五个 那是同一个厂商 所以我们用同一个颜色 所以大家如果先看第一个 自驾巴士的张宾入港的观光结果 那就是秦威国际科技的一个案子 那也是国内发生第一起 自驾安全事故的一个案子 发生事故是必然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当中 try and error 去在错误当中去学习到宝贵的经验 产生那些对后面的学习有帮助的一些资料 那这是我们做这个实验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在这个当中的右方 那这是我们政府关切的一个事情 就是带动产业链 我们怎么样让国内的产业可以从零组件 原件次系统 系统整合 整案输出 然后达到这样的 透过实验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在具体的实验个案当中 我们很快的带大家看一下 以看这张图来讲 这个是张斌的一个案件的一个实验的一个路线图 这个路线是顺时钟还是逆时钟 这张图只能以顺时钟跟逆时钟其中的一个面向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逆时钟 对不对 不然它停不在那些景点的前面 我们今天左弯跟右弯会有什么差别 你会发现右弯是顺着车流走 左弯就要汇流 你会进入到道路的中心点 因此你在自驾车的感知决策自系统的等级 会有相当相当大的差异 这个是在路线设计以及配合后续 营运规划上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到底 我这个实验做完 大家知道有进砂盒就有出砂盒 我出砂盒就是要营运 不然我募资啊 募到地C轮的 那些钱以后怎么办 那我营运我设定的scenario 我设定的情境是什么 因此这个路线会 我们设定的情境会关乎路线 路线会关乎实验所设定的 所谓的ODD 也就是我今天要在什么样的设计条件之下 做哪一些事情 我不可能全部都做嘛 对不对 甚至像工研院有时候设定的ODD 它特别要针对大雨或多物的环境 又例如富豪汽车 在澳洲的实验 它特别针对的是道路那些 大家很熟悉会跳跃的动物 为什么跳跃的动物很重要 因为我们今天在探导跟无人船一样 我们去看一个东西的高跟低 我们人眼看跟电脑看不一样 电脑看一定要设立一个参考点 所以在海平面会发现陀螺仪最重要 因为船会上下暴动 那今天在澳洲做测试 我今天看到一个人或一个物体 会动的一个有生命体 在道路上行进的时候 基本上你会认为它不是僵尸 它会水平的在道路上移动 可是当这个标的它会跳动的时候 你如果看到那个电脑螢幕 你会发现它整个参考点在上下位移 所以会产生判断上面的一个错误 所以刚才老师也有提到 在不同的情境 这个运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我们也举一个 就是新一路的一个公车专用道 那这个案子最近新增的一个服务 是随招随挺 随招随挺 那我们听话说觉得好棒 很创新 马上下一个问题 经济部问我们说 志雄有没有法律问题 大家觉得会有什么法律问题 随招随挺 它马上可能会面临的是 每一个类型的客车 它有它的额定的载重机原额 你的随招随挺假设很热门 上来的人很多 你马上就违法 因此当初设计的是 甲类 乙类 丙类 还是丁类的大客车 每个大客车对应的是 不同的一个监理规范体系 这是从车的面向上来看 马上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需要去处理 那最后在新竹县的这一个 那这个是在公研院 你大概看到七米的一个中型的自驾电发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七米 马上应该就会想到 会去对应 今天是哪一类的一个客车的一个类型 那我能进行什么样的实验 以及我们大家知道 无人载具科技创业实验条例 它针对的是开放场域的实验 那我们要求在开放场域实验之前 应该要先经过模拟或封闭场域的测试 那模拟我们暂先不论 因为国内目前就是特定那两台软体 那我们从封闭场域 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台南沙伦 沙伦那个场域七米都不可以走 没办法 它的最小回转半径低于七米 所以这都是我们开始在设计这些实验类型的时候 我们要协助厂商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也是最刚开始在台南黄市长 那时候我们在跟他做一些报告的时候 他很关切的一个问题 我旁边的我会转半径假设不够 我的路源室是不是要整个打掉 那我要找工程处过来 那我今天假设做这件事情 这个车子这样跑的路线 可能不只涉及到地方政府该管的道路的时候 那我就需要中央跟地方去做一些协调 所以这大概也是从这个面向 大家也看到资色惠克法所 身为政府的智库在处理的事情 法律失误的一个面向 那在整个无人载具 我们最重要当然是做创新 可是创新的同时 我们必须兼顾安全 早期的安全我们讲的都是safety 可是当我们说未来的运输 越来越朝向CSE Taste Connected Autonomous 跟Electrified以及还有什么 Shared所谓的CSE的一个时候 我们会以前的safety的这件事情 会更趋向于所谓的security 所以这两个部分我们从驾驶的这个行为本身 跟车辆的异动这两个面向上来看 那这两个我们分别把在条例里面 我们去做一些排除的一个规定 把它列出来 这些是我们在初步的查找过程当中 我们觉得应该摆在条例22条 第二项里面作为排除的那个分母里面的东西 那我们先把这些找出来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有一个类似的一个逻辑 就是第一个使用行动装置本来是不可以玩手机 对不对 当然这个其实就算没有自驾车 我们觉得这个规定大概也落实程度不是很高 因为现在大家的车载自通讯系统都很好 其实你已经是在同时使用行动装置了 OK 那至少在车子的部分 我们要让它可以使用一些通讯设备 对不对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去年秦威在张冰发生的那个事故 它其实我们就意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车内的那个录影画面 你一看你会 第一个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是 它的萤幕跟你想象的萤幕不一样 你看到那个某T牌厂商 给你看到的那种自驾的感觉 它的人机界面跟你所熟悉的驾驶座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别 那秦威那一台是有ARTC 测量研究测试中心打造的Winbox的那台车子 它上面全部是旋钮 所以连接到驾照这个问题 你有考过驾照你会不会开转两个旋钮的车子 我想可能不见得 你可能比如说你有什么弟弟妹妹 很常玩game的 她可能会开得比你好 大家可以想象用一个比我的手掌小的旋钮开车子的感觉 所以这个牵扯到的是HMI 人机界面的问题 所以也是我们常常大家在一直不断的附送 SAE的自驾车分级 觉得好像理所当然的一个描述的时候 其实我们忽略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真的觉得L3跟L4是可能的吗 你已经分心了 然后呢系统发出警示 你就马上去接受 所以警示完不接受是你的问题 你真的有办法回来再重新专注吗 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你有没有办法 我想应该没有办法 因为我本来分心就是要做别的事情 不是我让我分心 可是我还要随时一直盯着它吗 应该不是这样子 好 那车辆异动的部分 大家看到其实很多是因为在安全检验 安规的这一块 那安规的这一块 我们也是跟张华在VSCC 车辆安全审验中心 我们开始展开相关的一个研究 安规的部分其实主要一个逻辑是在于说 我们说装载在车上的那一些装置 要通过设备的安全检验 也要通过在功能上面的一个认证 但因为现在这些是新的东西 所以没有东西可以检验 没有标准作为仪归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确保 我们左上角讲的Safety First 那可能厂商要有一定的自我宣告 以及透过自我宣告所减负的资料 及后续进行相应的一个查核 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政府也希望 透过这样所形成的一套产业标准 后来能对我们的外销等等 产生一定的一个帮助 那在我们刚才提到的 在执法的一些部分 例如在资讯公告及安全事故评估办法 在右下角的第六条里面 特别有一个提供相关记录及资料 这在当初立法过程当中 是很敏感的一个议题 因为当大家一看到资料 尤其法律人心中 有好多好多的想象 第一个个资还是非个资 非个资跟产业 跟我自己公司的竞争力有没有关系 它会不会是营业秘密 它会不会透露任何一切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母法及执法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针对的是 倘若发生安全事故的时候 那我们所定义的资料提供的前置作业 是你自己先留存 我们希望透过各式各样可能的方式 在降低业者疑虑的情况之下 能够兼顾大众形的安全的这件事情 这立法过程当中一些蛮重要的一个妥协 那我们很快带过去在管理办法 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一些针对记录资料 总有一些其他面向的一个要求 管理办法上面 有一些所谓的补偿 保险保护措施等等 那金管会这一端 也是我们持续在沟通的一件事情 那监理沙盒的下一步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面向 我们说除了大家很熟悉的人车路 物、战、运之外 那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 业别管理 因为我们目前做的很多事情 其实本来在那个行业的人没做 也就是所谓的客运营运商 因为他不认为这个能带给他 任何的一个帮助 那现在在做的人 本来不是在那个圈子里面的人 所以这个件事情发生在 很多很多的一个部分 也例如在城大 那我们在南部也要弄一个 创新生意员区 在苏涂校长的主持之下 与许多也是ICT业者 那我想要多做一些 本来在医药领域的事情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办 那在驾驶要求的部分 大家很快的浏览在资格跟行为 我们所列的一些国家方面 你会发现 大致上大家有一个印象就是 其实目前台湾在这一块 走的倒不算太慢 几个红色标出来的关键字 前面大致上出现过 那所以下一步的问题就是 那这些标出来的关键字 在什么时间点 透过什么方式可以去做实现 那驾驶要求 另外在一些测试上市的部分 目前国内会比较 关注的是在左下角 所谓的烤照 的这一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是不是要 针对它特定的一个操作的行为 去订立一些标准 也跟无人机一样 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考照的一个规则 那考照的目的 那哪一个层级 我们可能只是要求它去做一个展演 那哪一些层级是必备的一个能力等等 那保险的部分 目前国内没有问题 那当然这句话听起来很违和 应该是很多问题 目前没有问题的一个原因是 对于金管会 对于财政部 可能涉及的机关来讲 他们只需要交通部给它一句话 目前做实验的车子是不是车子 如果是 全部都照现行的规定走 这就是目前我们说所谓没有问题的原因 可是大家会发现 那以后呢 一定会有问题 那个问题不在于说 我们把它定义叫做不适车子 而是它保险处理的方式 显然不能跟以往一样 例如最近 国内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公安的一个死亡车祸 对不对 那在相关的一个讨论面向上 大家或许也忽略了一个就是 其实那车上的六个人都不是车辆的所有人 那今天车辆所有人的责任在哪里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也是做这架车实验相关的老板们很关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法律上车辆是它的 那它要为这个负责嘛 那以后产品责任的部分 怎么样去做进一步的一个界定 这个我们等一下在误的方面 会跟大家再做一个说明 那在保险的部分 我们大致上在简报里面 我们就提出了几个可能可以观察的一个面向 主要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 因为这个在世界上 台湾这块非常的特殊 那目前45条是监裁 从人跟从车的一个因素 作为原则 另外 金管会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 废率表里面是做这样的一个规定 大家知道那个废率表 也是一个数据资料的一个累积形成的一个结果 那目前针对相关的产险工会 我们去做的一些了解 这也是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定出来相关的一个表单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进入车的部分 车自驾车整个生命 我们是从整个生命走起来看这件事情 从最刚开始的研发 到安全的安规 然后到它的车辆的形式认证 围检跟造毁 它所有可能涉及的都是法律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 在做排序跟排成的这两个动作 会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这里 那这个地方其实 我们觉得是后续很值得关注的一块 是 以往 大家看到造毁的时候 我通常造毁就是实体的造毁 可是我们现在因为有T牌厂商的关系 我们知道原来有很多造毁可以透过软体更新 所谓的Poverty AIR 所谓的OTA的一个方式 OTA这件事情 我们在座都是法律人 它对于固执下是担保责任 大家觉得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它到底算还是不算 这种输位的东西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 有许多数位的我们现在在消保法上面的所谓的 合理的一些鉴赏期 以及我们认为邀约跟承诺 我已经确定能买这件东西了 是不是就跟我们实体一样是交付的 对我们实体来讲那很简单 可是假如今天是虚拟的 我们想这一些都可以重新再做一些检讨 那这是我们从产品的生命周期来看 那后续的一些调修思考的一个部分 以右上角来讲 支架技术或装置的定义 大家可能会觉得定义这种东西 反正就定义就好 我就找一个描述性的文字把它套上去 可是对于发钱的政府机关来讲 他绝对不是这样想 因为大家知道林部长是在交通部 至少近期的立任部长 因为他很关心产业的一位部长 那你关心产业就要做一些促进产业的事情 那不外扑也不能少的一件事叫做补助 那补助依照不同的经费预算来源 你是从公运计划出 我是从ITS计划出 我是从科发预算出 它会有不同的条件跟结果 那我要怎么设定这一些条件 这就关乎到定义 简而言之 其实当一个厂商改了一个看似自驾电巴的东西给我的时候 它到底具不具备自驾功能 或者今天大家毕业之后买一台车 现在车上都有很多的ADAS 或多或少 总是有 它本来就附在车上 或者你要加钱选 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那如果我今天要说它是一台具备ADAS功能的车的时候 大家觉得要具备几项才算 它以车道偏移这件事情来说 它提供警示功能就够 还是它要帮你修正 你觉得怎么样才算 目前大家会发现 我知道这项功能叫做ADAS 但我不知道具备多少ADAS 叫做具备ADAS的车 大家有没有发现不同的车厂的特定功能的细腻度不太一样 那假设是的话 我们认为要达成什么样才在功能上符合一定的一个标准 所以目前在ADAS总共有12项功能 只有7项有标准 其他是没有的 所以假设我们通常讲 Level 2 Plus的ADAS 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更高的自动驾驶等级会是什么情况 以及它应该要长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这边关心的 那另外道路的部分 道路的部分 目前最新的一个 我们觉得以后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点 是在淡海新市镇 所以淡海新市镇的这一块 大家也可以知道是 这个关乎到我们政府在做一些计划的一个路线 那我们这边提一些我们的一个观察 那以今天我们政府 我们说要从政见变政策的一个时候 那我们往往都是什么 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发一个案子出来 所以某一个系统整合商得标 那得标他就在这边做 然后这里有一个 那里有一个 然后到后来呢 我们开始觉得什么 资料要整合 现在政府各个部位都在做这件事情 那当我们要做一个资料整合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没有办法整 无从整 那假设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最好是不是 我们这边录哦 刚才有浴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在同一个场域 同样的道路的范围之内 一起做这件事情 这样就能够从头开始去进行 所谓的整合 跟一致化的这件事 所以道路这一块 目前大海星市正在那边 就是国内目前最大的一个 整合CV跟AV 甚至未来结合EV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域 那我们未来在那边 要成立一个认证中心 就是当我国内做完这些事 宣到我做的事情 有特定功能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经过认证的 所以可以输出 这是我们国内 目前在关心的一件事情 那雾 最后的一些潜在应用这边 我们提供一个 也很类似IC 监骗的一个表 给大家看一下 它可能涉及的利害关系方 在我们参考新加坡 TR68的文件之后 大致上呈现这样的一个面向 那最后我们提到在 各自保护跟资讯安全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法律很熟悉啦 就从台北看天下 看看国际上在做什么 然后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法 然后也其实也是很愚蠢的比较法 就是加法跟检法 对不对 把国外的简续 什么 台湾的剩下的就是台湾要做的 对不对 这是我们目前很习惯 操作的很愚蠢的一个比较法 可是大家会发现 这一套在国内没有什么用的一个原因是 各自法目前在国内没有主管机关 绝对不会是国法 会嘛 对不对 那假设没有主管机关 会不会是在数位发展部下面 后来另行仇设 这是一件事情 那数法部的仇设 目前资设会科法所这边 在演义相关的组织法跟作用法 那这也是 目前整个在资料经济 或者我们讲数位经济下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另外资安 这种资安 这种资安大家觉得要归资安处吗 假设资安处变成 书法部下面的资讯安全署 他有没有办法做跨部会的事情 那如果他维持现在的一个组织形态 会不会他认为这件事归他 可能或许也未必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发生 那这是我们很关心的 那实验场域有几个我们已经提到过的 那另外还有例如在桃园虎头山 那个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场域 所以大家看到一台 他们昵称叫做小虎的车子 就上面有一个虎头 对不对 小虎的一个车子 那这个是秦威在桃园政府市长的支持之下 所做的一个场域 那美国的一个部分 当然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是 有我们华人的一个教授 在密西根大学组织的AMCITY 那我们也去看过 那大致上是各个国家都 有做一些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最后我们还是有提出一些反思 国内的情境到底是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国内尤其是机车混流的这件事情 特别多 那在巴士的这一块 所谓的内轮差 导致的相关车祸的一个意外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些我们都希望在这个 非常得来不易的 由法律人主导的 关于交通运输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跟法律里面 我们尝试能做更多的一个事情 那最后大家发现在国际上 也不外乎一些政策性的倡议 或者一些法规调修的一个研拟 不过这当中有一个细节是英国 我们这边只提出 他针对自驾车的法规修正做一个规划 实际上这个规划的盘点 他们做三年 盘点做三年 所以那个盘点是完真的 所以大家也常常 从台北看天下的时候 看到欧盟定立的一些 不管是regulation 或者是一些directive 其实我们觉得那个法律文件本身 也不过就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 它背后的 所谓的影响评估的那一个文件 那可能是两三百页 那个才是真正他们做过在地化需求 考察之后做的一个事情 以上是我的一些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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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